接着下来第四场 四班1650的 去过重化的马就两只 云来复星安定凡乘 复货表就幸运飞弹 都是发烧了 之前十月的21号 状态指数表467 这三只都状态不错的 幸运飞弹转配备 除了个面箍初戴眼罩 白露星西除了个鼻箍 拍跳看近镜就是爱逍遥 里面就是云来复星跑这一场的 爱逍遥常常拍跳都好像 似模似样 但我常常都觉得 他的跑支不是那么讨好 云来复星又没有大进步 云来复星今次去了重化 我看到拍跳都好像挺精灵的 马主升辉 这只上周四只跳了这一货 还有那些步好像很散碎 这只一见倾心 演出都是失准难靠的马 他不是没有赢过这些马 但他很不稳定 常常都是跑心情 那我就一样的了 1、2、3号都一样的了 那4号50分 你当他挡头牌了 我都觉得赢过 马之后早就一定是这样的了 什么厉害厉害厉害的 一向都厉害的 而且执马三档跑高你很多了 这些可能带来一些冲击 快步速都是一些很质身的马 大大奔的 但现在下脚就不算重了 我是有点顾虑就是他初跑跑马地 就是情绪会不会有点脾气 临场看看他这只一定要 好了 幸运飞弹了 好了 临到最后这一货 眼罩不大了 怕他太厉害了 又不是很抢的 仍然都是大熟当打腰筋的 可能快闲滴 我觉得这可能我平时不是看得太多 我觉得他之前一货 比较厉害了 这些我说真的 只有我说字而已 我肯定不会参与的 安定凡胜 今年的表现也失色一点 这些马 可能去年也博得比较多 有点像美丽约动 去年又充了一阵 今季有点像回气 还有他的朋友 你的朋友一铺成名 差不多 好了 来到八路盛世 眼罩交叉避孤 外面超能量 超能力 都是要看的 是到最后 有个避孤交叉避孤 试试转个眼罩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来到第四场 四班的1650 这一场就是第一口马亚T的头关 两组1650 今次都不满额 都比较少见一点 通常1650都很踊跃的 选得上手的马亚真的不多 幸运飞弹 其实近日那一阵 这么快又开边 又折执它 是不是这马再立脚了呢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输状态的 就是你看到它快跳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可能是路程 希望或者配备 就是执得对了一点 七号马 机缘巧合好的 这些马多夹 巴道上次发挥走位 做得挺正的 这些马我都会继续去跟它 你譬如机缘巧合那些 就是了 养得这么好的马 有时就是这样的了 那只牛精大哥 仁和嘉誠 你看他上三班审集成那只 他都不够跑 一对他赢了 他又可以跑得好 机缘巧合而已 我觉得 其实跑马的有很多这些 这组马可以选得上手的马 少之又少 我一定四个弦头的了 其他的五六七就临场再执 因为七都是赢过 但是六号马都是赢过的 但是六号马跟街王一样 专配备 你要衡量的赔率值不值 那么七号马当然要是要的 其他就临场再看 第四场再次研究过 休息一会